今天呢 讲几件学校里边发生的事 是我们当地啊 一所初中 这几件事啊 是年后跟几个朋友吃饭的时候听说的 我曾经呢 也在这初中啊 读过书 不过我考上高中啊 没几年 这学校就翻新了 也算是一次大的改动 这几件事啊 就发生在学校翻新之后 先说一下这个初中的情况吧 这个初中呢 在我们镇上 我们镇挺大的 这下面大概有十多个箱 这差不多啊 本来是个这大大小小的村子 加在一起啊 这保守估计有这五六万人吧 这镇上的孩子啊 上学基本上啊 都在这个初中 那时候啊 那时候啊 上学比较晚 等我上初一的时候啊 这都十七岁了 我们班呢 是十八岁的也有 那时候啊 不像现在啊 现在初中生啊 这跟这营养不良似的 这个儿啊 都矮得不像话 但我们那会儿啊 这男生个子啊 都比较高 我那会儿啊 应该将近一米七 我们班上啊 还有两个 这一米八十多的大高个儿 我们那么高的个子啊 这老师也不敢 这揍我们 反而啊 我还听说呀 有这不懂事的学生啊 这打老师这传闻 说哪个哪个班的老师啊 被学生给打出院了 或者是哪个哪个老师啊 被这学生啊 给骂哭了 甚至还有啊 这大冬天呢 把这查寝的 这校长给敲晕了 这脱光衣服 装麻袋里面 这搬到操场 给他绑到升旗台上 哎呀 很多很多类似的内幕消息 上面说的这些啊 你们也能看得出来啊 当时我们学校 这风气之差呀 这学生啊 是谁都不怕 这一个个 这横得不行啊 这动不动啊 就找茬掐掐掐 这打伤人啊 打死人啊 是常有的事 我上初中那会儿啊 这学校里边 有两栋宿舍楼 南面一栋宿子呢 是男生宿舍 靠背心的是女生宿舍 这两栋宿舍楼啊 挨得很近 这那时候啊 经常有这男生 跑到女生 这寝室里睡觉的现象 学校抓住了几个 但是啊 最后都是不了了之了 后来啊 这县里面 调回了一个校场 这新官上任嘛 就在北生 也就是北边 女生宿舍门口啊 搭了一个保安室 这专门抓那些 窜寝的男生 刚开始啊 倒还奏校 这后边呢 有些男生啊 忍不住 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不过抓住后啊 校长直接给他们 勒令退学 哎 震慑了不少人啊 可这个啊 也只是暂时的 依然阻挡不了 那些热恋中的男男女女啊 这慢慢呢 开始有女生 跑到男生宿舍 这幽惠对象 我还记得清啊 有一天夜里 这大家都 是准备睡了 同寝的一个男生啊 跑到厕所 这用这被单啊 缠成了绳子 这扔到窗户外边 把这女朋友 从一楼给拉上来 后边发生了什么 你们应该也能猜到了 那夜啊 这我们都没睡好 这女生啊 这毫无避讳 这床腿啊 是咯吱咯吱的响啊 还有旁边 穷寝室的人啊 这听着发出的喘息 这哥谁 谁能睡好啊 第二天啊 都是这顶着黑眼圈啊 这上早课的 那时候 每天早上起来 都能遇见 从这男生寝室 出来的女生 有时候早起去厕所啊 还能碰在 这正在上厕所的女生 说到这儿啊 我想起来 有时候夜里起来 上厕所啊 还能在这厕所碰见 正在恩爱的小情侣啊 这俩人啊 这 是吧 这干那些 这个文字不可描述的事情 我们宿舍楼里呢 一层是两个厕所 在这走廊的两端 这北方啊 不比男方 这厕所啊 只是用这石板啊 简单的给隔了一下 夜里上厕所啊 还容易碰见 上面有说的这种情况 有时候啊 这还不止一顿 甚至一个女的啊 哎呀 这 是吧 当然 这种男女在我们学校啊 都属于不好好学习 混社会的那一类 这女生啊 这大部分都是小太妹 所以被人撞见 哎 也不觉得尴尬 这男生呢 也都是一些二流子 反正我是没见过 那些好学生干过这些事 初三那一年啊 因为要高考了 家里就给我在学校 对面的巷子里啊 租了一间房子 是瓦房 这下雨漏水啊 阴天潮湿 就一单间 这脚脚落落啊 滋生了很多这西瓜虫 我现在还记得啊 搬进那房子那一天呢 说是啊 那一夜啊 我是下了晚毒 才开始搬的 一个人把东西啊 这一烫烫的运到房子里 到后边呢 东西都搬完了 家里人 也没把这床 给我送来 那天后半夜啊 又下起了雨 宿舍楼呢 已经关门了 我想回都回不去 当时隔壁啊 有个邻居 是收废品的 哎 我在这废品堆里边 发现了一张床 哎 还是席梦思的 不过 没床垫 而且呢 床整体很破 但在这里啊 角落上 里那缩一组墙啊 我这横尸横尺的 把一张破床啊 搬到屋里 因为太大呀 我还把它这 拆开一般的 虽然现在说是破床啊 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 这碎西梦思啊 尽管是个没床垫的西梦思 当时因为下雨啊 这床都快湿透了 但那时候这困得不行了 根本来不及管那么多呀 把被子 被单 全扑上去 就这么躺在上面 什么都没盖 咪一等到天亮 我租那屋子呢 离学校近 就在学校对面 走到学校呢 也就三五百米的距离 而且租金呢 便宜 所以有很多在校学生 跟我租在同一个地方 这些学生啊 大部分都是学习好的 因为在学校啊 这宿舍待不下去了 就出来住了 我记得当时 斜对面 一间房子住了两个女生 跟我同一级 但不同班 经常的在学校 成绩榜单上 看到他们的名字 我那时候啊 总是这掐着时间呢 就跟他们一起回去 装作偶遇 直到有一天 我早起上厕所 看到五六个 染着头发的男生啊 从他们房间里出来 从那以后 我也再不盼着 这他们能多看我一眼 今年呢 年前二十七那天啊 我去接上去买队帘 也不知怎么的 就鬼使神差的 去了一趟 我们当时的初衷 学校里啊 又建了好几栋楼啊 遇到那几个朋友 听他们说啊 这几栋楼 有两栋宿舍楼 还有一栋教学楼 食堂厅说 这翻新大修后啊 承包给 哪个公司了 我们几个啊 也有好多年没见了 这飞拉着我去喝酒啊 一顿呢 我们这喝了三四斤 哎 到最后不知怎么着 就这聊到了 学校的上面 他们说 我们那一届毕业后啊 两年 这学校把这男生宿舍 改成 女生宿舍楼了 我问他为什么改啊 他们说出事了 初二一个女生啊 被宿舍楼门口的保安 那保安 给压吉吉吉了 当天夜里啊 就在厕所上吊了 哎 这厕所中心的顶上啊 有个这弯着的钢筋 这农村的朋友应该知道啊 那时候建房子啊 基本上是每个房间都有 这人把这食物啊 放在筐里啊 挂在上面 是来防止啊 这猫啊 狗啊 偷吃 有的是为了日后装修啊 这挂吊扇 世界上啊 相似的事很多 结局到底啊 也都是相同的 学校最后啊 把这事给隐瞒了下来 保安呢 被辞退 班级老师啊 挨个找同情女同学谈话 威胁啊 加利诱啊 让他们把这事啊 给烂在肚子里 后来有个女生啊 起夜上厕所 那时候啊 这没有手机 厕所里的灯啊 基本上都是这常年不亮啊 那女生啊 就拿着一个手电筒照明 估计啊 是上厕所的时候无聊啊 用这手电筒 这照来照去的 不知道怎么着 就照到了顶上 那根弯曲的钢筋呢 他看到 那根钢筋上 垂着一条被单 这被单啊 就是床单子 这缠成的绳子 当初那个女孩啊 就是把被单 这撕烂 缠成了绳子 上吊自杀的 这个上厕所的女生 也听过学校里 传过的一些风年风雨 不过啊 他不太相信 因为如果真发生了这件事 他不会不知道 啊 当然 这学校保密工作啊 这做得很到位 他仅是跟那个自杀女孩的启示啊 门对门 虽然说不相信 当侦探他 看了那被单 缠成了绳子之后 还是忍不住 心里发怵 后边他听到一阵 断断续续的 呃 那个嗡嗡的声音 有点像是这个 这 这便秘的声音吧 他以为厕所有人 就试着 敲了一声 可没人回答他 倒是那声音呢 越来越不对劲 他心里开始打鼓 这断断续续的声音 要是仔细听啊 这感觉还像人 这 上吊踢倒板凳后的 这本能的挣扎 这位女同学啊 吓得是屁股 都没擦呀 这踢起裤子 是一路跌跌撞撞 跑回了寝室 手电筒啊 都被丢在了厕所里 那个女生第二天 就被家长接回去了 但这事 给当时宿舍楼里边 那些女生啊 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都抄说着 这不住了 要换宿舍 最后啊 学校被逼得 没办法 就把男女宿舍啊 这调了调 把原来的男生宿舍啊 改成女生宿舍 让女生过去住 女生宿舍呢 让男生来住 哎 说着一位啊 这男生啊 阳气足 那时候啊 那些男生啊 胆子也都挺大 压根 这不幸这回事 反而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一个个啊 就都不在乎 不过别说呀 自从这些男生 住进去之后啊 这厕所里的怪事啊 再也没发生过 但听 比我们小几届的学弟说呀 他们当初搬进去的时候啊 有很多同学啊 都在寝室里 发现了浮露 有的是包成方块啊 放在床腿下边压着 有的呢 是在窗户缝里边夹着 还有的呀 这装在透明的塑料袋里边 这贴在厕所的水箱里 之后啊 又过了一两年 大概啊 是我堂妹的那些 学校又有一个女生自杀了 跳楼死的 因为校园暴力 这个事啊 我记得比较轻 有很多呀 都是我堂妹 跟我说的 我堂妹说 那个自杀的女生 本来是个 挺文静的女孩子 学习非常 努力刻苦 但成绩啊 一直平平凡凡的 为人呢 善良正直 老师同学们呢 都喜欢她 老师啊 喜欢她呀 是因为她懂事 同学喜欢她呀 是因为她漂亮 当时追她的男生啊 也很多 但她呀 从来没跟人家好过 最后说是 一个男生喜欢她 对她穷追烂打 她一直没同意 可学校里 有一个小太妹 喜欢那个男生 尽管她没同意 可人家小太妹呀 还是觉得不爽 就在学校啊 散布这流言蜚语 说她是婊子 在学校专的那么清纯 背地跟很多男的 都上后床啊 什么 小太妹啊 在学校这 跟班很多 这出一出 二出三的都有 流言非语啊 这可以说呀 这传到学校各个角落 尽管那个女生 也想 不管不问 可这严重影响了 她的生活呀 最后啊 小太妹说呀 要跟她握手言和 把她骗到了学校外边 结果呀 被好几个社会上 小混混 给祸害了 最后啊 从宿舍顶楼啊 这一跃而下 有句话呀 是这么说的 男人最喜欢干两件事 一个 是 劝下海女人从梁 另一个 就是拉 梁家妇女下水 其实这句话 不能算是百分之百对 我认为女人啊 最喜欢 拉梁家妇女下水 而男人 普遍喜欢 劝下海女人从梁 拉梁家妇女下水啊 那叫老宝 北京话 那叫鼻头 劝下海女人从梁啊 只是男人 嫖玩 给自己那个心理安慰嘛 就我说的这 小太妹啊 不知道毁了多少 女孩的一生啊 她就是个毒瘤 这专门是拉人下水 社会上的小混混呢 随便给点钱呢 就能和一个初中生 哎 发生第一次 有时候啊 学校里的男同学啊 也会来玩 这五块钱 一夜 出租房门口啊 能排好几米的队呀 一个接一个 有时候好几个一起来 有些男同学啊 这回到学校啊 还不忘跟着同学炫耀 说哪里哪个班的女生 这公交车是外人骑 关于这小太妹最后的结局啊 嫁给我们镇长的亲戚 洗手啊 做羹汤 这生了一儿一女 这穿衣打扮呢 很时尚 这县里市里啊 都有房子 闲着没事啊 就开车 带着孩子去市里啊 逛商场 哎 我见过他几次 这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 可我敢断定 这不是他最后的结局 世界上没有谁可以做了恶 还能过上优于常人的生活 世界是个大轮回呀 不幸 抬头看 苍天 饶过谁呀 再来说说 最后一件事 也是一个女生 这次杀了 死在了克桌上 是为情自杀 这个女生这死法啊 这比较奇怪 刚开始传出来说啊 她是这喝香水 自杀的 是因为怀孕了 男朋友把他抛弃了 一时想不开 就喝了一瓶香水 就是这香水 还是这六神的 老板的那种啊 这玻璃瓶的 据自杀的这名女生的同桌说呀 那天晚课呀 这个女生啊 从宿舍回来 身上有很重的这个香水味 这班级里的同学呀 正在复习 结果毫无征兆的 那个女生呢 就推开课桌 倒地不起 口吐白沫 这眼白外翻 后边送到医院呢 还没来得及洗胃 人就走了 最后调查才知道啊 这个女生 是喝滴滴味自杀的 这怕同桌呀 这闻到农药味 就在身上 喷了很多香水 所以被人误以为呀 是喝香水自杀的 那个女生 毒发的时候 估计是后悔了 死命拉住同桌的胳膊 这掰都掰不开 最后啊 把她同桌下的 连穴都不敢上 回家待了好几天呢 才过来 估计啊 家里人是找人给她看了 回到学校啊 脖子上还戴着一黄服 自杀这个女生的男朋友啊 被学生揍了很多次啊 这男女都有 这打的是特别重 有时候啊 都是从厕所爬出来的 学校领导看到呢 也不怎么管 最后逼得她啊 要跳楼了 这事才算完 不过从此啊 以后学校里 没有人再待见的 也没多久啊 就转学走了 这几件事啊 可能在你们看来 没有那么多恐怖的地方 但我觉得 是我 听过最恐怖的故事 人之鬼可怕 鬼 小人心毒 真的 鬼并不可怕 他直来直去 我弄死你 你鬼来了 掐你脖子 掐死了 人又想弄死 另外一个人啊 嘿呀 他能想出一万种办法 是吧 人心罪恶 在这里啊 上述的故事啊 大伙切勿对号入座啊 切勿对号入座 这只是啊 有真有假 这编出来的故事 而且年代也相对久远 这很早之前的故事了 这非常早的故事了 大家切勿对号入座 就这么一故事 出我的口入您的耳 哎 祝大家收听愉快